接下来 丽梅 我们来考察一下 你的职场情商 你的工作搭档 每天穿着 洛丽塔风的衣服上班 每次见客户 你都会觉得很尴尬 你会劝他说 见客户穿着正式吗 那肯定是正式的 你会怎么劝呢 我首先会说 你进客户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你 直接关系到 你的收入来源 那么首先 你要想进客户的话 你首先形象 你先走在前面 因为客户跟你说一句话 你先从你的着装 从头到尾 三秒钟可以定义为 他似乎想跟你接触 想跟你说话 如果说你的穿着 就是那种风格 他就觉得你很不重视 你来敬我 你敬我的目的 倒是干嘛 你是来跟我展秀的吗 或者是跟我来干嘛的 好 雅芸老师 请您点评一下 你尊重职业化 这点是好的 但是因为它是搭档 也就意味着 你们是评级 然后你说话那个方式 特别像一个领导 在跟一个下属来说 有可能会让你们的 这个同事关系变得 有点问题 对 其实我话实在说 其实我还是不会 就是同同时的话 你别 这个你看 你别这样 你要回答就真实地回答 对呀 你劝还是不劝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劝 劝 对 就是肯定就语书上 肯定就像那啥 那怎么劝呢 我们考察的就是你 到底什么劝的没事 就是你真实你怎么做 你别说 真实也是这样 你这刚才一句话 就给你减了不少的分 对 太容易摇摆了 其实你看啊 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今天全场过程里头 最不左右 沿其他的那个过程 就直接就说了 我应该跟他怎么说 而且你说的还挺好的 是对吧 以利益来推动他嘛 对吧 你要承担 你就得配合客户的一些 观感之类的 说的挺好 但是被雅勇老师一带吧 你又怀疑自己了 不是怀疑 我在说我可能面对面 比如说我跟他 你刚才你可是说 哎呀 实际上 我是不会这么说的 不是不会这么说 不好意思 是我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隐身交流 我肯定不会那么 这样子一些语 你指的不会 你开始也没那么说呀 不是不是 你指的不会那么说 是你会劝 但不会像刚才 在真人的时候 像刚才那么说 那种表情 说白了就是说 我说错了 是表情 在他身上有一点点 你可以尝试改变 其实你在不断地希望 向别人证明自己 这件事不重要 就你做好自己 就像你今天的妆容 就会比你的短视频上的 更容易让人幸福 你短视频上那个 稍微有一点不像你 就总觉得你在演一个角色 啊